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凉的海 我叫张篆凉 今年的64岁 这个小区老人多 孩子多 在吗 在 回来 大姐 回来了 回来了 待了几天回家 回家待了三天 挺好的吧 挺好的 我在职的时候 我就得有节假日啊 只要是街坊邻居来找我 我就要求毕竟 退休九年了 我有这么多的时间了 治疗主要就吃多少时间了 半年多了 一直降不下来 我找时间呢 我再去您那再个测量一下 我先回去 行 你回去吧 回去和面吧 她一天太忙了 买菜回来也是 熟悉的人 叫着她 给她咨询一些病情的问题 她走到哪儿 老实人好多人就围着她 我就觉得我迷惑 我的血压升高了 我咋回事呢 我眼睛也发黑 你的血压这几年来讲 我觉得还是应该说很不错的 她跟人一聊 就好长时间 我呢自己先回家 有时候我就自己先回来 都干别的 她就跟人说 喂 你好 哦 立伯儿 哦 怎么了 好 别着急啊 别着急 我一会儿就过去 哦 你过了 好 我等你 来喽 快来 快来快 在家的快 酒酒 两人起来就不舒服呢 主要是你心不敬 你这个公爹 干个入土为安了 对 你天津的老爸老妈 身体又不好 你自己还有孩子还有孙子 你确实是个实际问题 退休这么多年来呢 我能利用我自己的一技之长 来给大家解决点小困难 帮点小忙 实际呢 我就觉得我自己呢 就两个字形容 就是补缺 高压130 高点啊 第188 大家 少喝酒啊 别外面的喝酒 平时给人看病啊 比较重要的 他一般都做记录 他都记了好几把 累 他怎么不累啊 我也心疼 其实有时候呢 我也抱怨 但是打心里知识 统一这么多年啊 我就觉得医生呢 必须要讲医德 缩短病情 减轻病人的痛苦 就是一个医生 救死扶伤 必须要做到的 我呢 为我身边的朋友 街坊邻居 给他们帮帮忙 我感觉呢 好快 我的朋友呢 会说 你们是我们小区的 行走的天使 哎呀 其实我 我就是一个小老太太 你开玩笑 我就是个小匹 你 我就是一个小匹 这是个小匹 我就是一个小匹 你 你 我 我